本人將不會參加第六屆行政長官選舉 我的家人是我最優先的考慮 他們認為我還是要回家了 這是我的唯一的考慮 特首林鄭月娥宣布不敬續連任 意味林鄭一家幾口需要在七一之前遷出禮賓府 她退任後回家是回哪裏呢 林鄭為官42年 很長一段時間都住在公務員宿舍 2007年做民政事務局常任秘書長 她住在政府持有的山頂道76號東勞一間洋房 7月出任發展局局長後 開始租住大譚陽明山莊三座一個單位 一住就好多年 直到升任做政務司司長 簽入政務司司長官邸 2017年辭任司長參選後 林鄭曾短暫搬到灣仔的服務式住宅 匯境各居住 根據行政會議個人利益登記冊 林鄭和她的老公林兆波在香港並沒有物業 林兆波就在中山有一個住宅單位連車位 批自住用途 如果林鄭打算退任後繼續在香港住 就要租樓或者買樓 不過因為林鄭被美國制裁 沒有銀行戶口 理論上沒有辦法成做按揭 買樓就要一不過給錢 不過還可以享有首置人士豁免15%的重價印花稅 而如果由未受到制裁的老公買樓住 理論上就可以申請按揭 不過先決條件是林兆波有收入 通過銀行的壓力測試 至於卸任後工作機會又如何呢 都要問一下前任行政長官及政治委任官員 離職後工作諮詢委員會 前特首離職後第一年 不可接受任何聘任工作包括兼職 亦不可在任何商業或專業機構出任董事或合夥人 獨資或與其他人合資經營任何商業或專業服務 亦都受到限制 之後兩年 林鄭如果要找工作 無論是境內還是境外聘任 都要先咨詢委員會的意見 而根據香港特區行政長官報酬及離職後 安排獨立委員會報告書說 對一位曾出任香港最重要公職的人士 離職後理應得到欺餘其分的地位和尊重 所以所有前任特首都會獲政府提供支援和終身福利 包括位於堅道的前行政長官辦公室 終身的醫療和牙醫福利 機場貴賓室服務 為了保障前特首人身安全 警方亦都會派出俗稱G4的要員保護組 提供保鏢服務 和繼續向前特首提供汽車和司機服務 離任後 林鄭月娥可以在她的卡片、網頁和文章等等 用香港特別行政區前任行政長官的名銜 培任特區區輝 特顯她的身份地位 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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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